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三皈依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开经济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各位菩萨 大家吉祥 安慰佛佛 这个月非常的特别 因为这个月是在佛教整个历史发展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月是因为 这个月是佛陀成道的纪念日 根据南北传佛教的这个历史的记录 就是佛陀就在农历年四月 农历四月的月圆日 在菩利树下悟导 不过南北传佛教 北传就是大乘 那么南传就是我们一般 就是所谓的上座部的佛教 那南北传对这个佛弹呢 给了不同的定义 南传佛教认为佛陀的出生 开悟跟他入昧的是同一天 就每一年的同月 同农历的那个四月份的这个月圆日 所以在南传 在我们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讲说 小乘的国家 包括现在的泰国啦 斯里兰卡啦 缅甸啦 这一些国家呢 他们每一年都是用 一年的农历的那个第四个月的月圆日 把三个节日合在一起纪念 也就是佛陀的出生 成道跟入昧 不过在我们北传在大乘的这个记载里面呢 是说这三个日期是分开的 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关于佛的这个出生啊 这个历史 因为那个历史太久远了 在两千六百多年前 所以这么 而且当时并不重视文字的记录 不是像我们在我们汉文化的传统里面 是非常重视历史的文字记录的 而且这个文字记录最早还可以追得到 商朝 就是把那个文字的这个记录呢 把它记录在哪里呢 记录在用铜柱的那个顶上面 那么到了周朝就很有名的 现在留在故宫的一个叫周宫顶 那个顶上面就有更完整的一个 文字的这个历史记录 但是印度的古文化呢 跟我们汉地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印度的古文化里面呢 它不重视文字记录 甚至于它不重视历史 我不想想今天那个 扩音怎么会有一点那个回音 可不可以把那个回音的部分稍微减少一点 就声音可能会更清晰 所以我们如果现在到印度 到尼泊尔的这个佛陀的圣地 我们到每一个圣地呢 那么要说明这是什么地方呢 上面印度也好 尼泊尔也好 他们的国家的这个旅游局 宗教部 都是说根据一个中国的出家人 叫玄壮大师他的这个记载呢 这个地方是佛陀诞生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佛陀成道的地方 所以那些历史记录 反而是玄壮大师到了印度去之后 才把它记载下来 因为明天就是这个佛陀 不管是南北传 我们都认为农历的四月月圆日就是我们佛陀 那个名字叫你插插看 明天是不是农历十五啊 明天是不是农历十五啊 明天四月七号 那怎么会差一个星期呢 四月八号是汉传的记载 但是在南传它是以月圆日作为一个标准的 OK 这个只是一个纪念性 所以差个几天我想并不是重点 比如说前几天在印尼的那个波罗陀诺 就是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以华元经的这个思想为基础的一个波罗陀诺 波罗陀这个大塔 那么前几天已经提前庆祝了这个魏塞节 就是三节合一 So Vesak V-E-S-A-K Vesak 请你把它打一下 那么这个Vesak这个魏塞节呢 是已经前几天就已经在 在那个波罗陀诺已经庆祝过了 然后呢你会发现未来几天在不同的这个国家 不同的地区呢 又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日子 那么我上次跟同学们讲过就是日本最特别 因为日本人把那个佛旦节定在哪一天呢 定在每一年樱花盛开的那一天 就是他们用樱花的这个盛开来纪念佛旦节 而且那一天也是三节合一 第一个它是日本的儿童节 就是日本人为了给儿童一个最好的一个日子 那么就用每一年 也是差不多这个四五月这个时间 清明的这段前后这段时间 那么来 来作为一个佛旦节 然后那天是就是跟汉传佛教那个农历四月八号 很接近的一个日期 而且刚好都是樱花盛开的 然后呢 又是跟那个日本的樱花节 就是樱花盛开 加上那个佛旦 加上儿童节 就三节合一 那么我这个就是很幸运的 我也是去日本 他们有个东亚佛教论坛的会议 请我去做一个主题演讲 那么我从来不知道说 原来我演讲的那一天 竟然就是日本的樱花节 然后因为他们是配合樱花节 樱花盛开的日子 去来举行这个佛旦 然后我就第一次看到说 那个樱花盛开是什么样子呢 是好像那个大雪在飘荡 我想那天那个Grace跟Alice 你们都有去参加 在横滨 这个寇豆山就孝道山 我从来不知道说 樱花盛开是原来如此的 这样的一个美景 那么这也给了让我体会到说 为什么日本要选择樱花盛开这一天 来纪念佛陀的诞辰呢 原来日本的文化里面 很大的比重呢 是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而在佛教的文化里面 对无常的体认是特别重要 尤其是禅宗的文化 要体现这种无常 在生活上的这样一个 造成我们生活的一种很重要的态度 因为一切都无常 无常迅速啊 一切都是在变化啊 所以就利用这么一个 而且因为樱花在日本很特别 樱花跟梅花是不一样 梅花的花期可以很长 可是樱花的花期 顶多只有一个星期 它的生命周期就是一个星期 然后那个花就卸掉了 就掉了 所以 我觉得用这种樱花盛开的那个时间 那么来纪念佛诞 我认为它是有很大的启示意义的 非常大的这个启示意义 那么这个是呢 我想我们为了纪念这个佛诞 所以我今天 我们上课这个主题呢 麻烦你秀出来 一千三世的字 我们今天很难得Peter菩萨来 Peter你来帮忙念一下这一句话 这很重要的一句话 然后大家跟着我们Peter老师念 到前面好不好 谢谢 你可能想不到 上个星期我们那个安迪老师 就坐在这个讲台上 One Buddha is not enough 你带大家念好不好 来 那个同学们跟我们那个Peter菩萨一起来念 Grace One Buddha is not enough 请你来做一个字面的解说 一尊佛是不过的 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 因为我们是多生多劫以来 我们所造的业障太多 那么我们不知道跟哪一尊佛比较相应的 所以我们在忏悔的时候 有那个千佛忏 三千佛忏 有万佛忏 每个佛名都不一样 因为成佛之前 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他们都发了大愿 有些愿呢 跟我们所犯的罪 是比较容易来坚除的 所以我认为是说 是一尊佛 就是说 多尊佛就比一尊佛好 就好像那个 我们地藏经里面讲的说 称佛名的功德 那就是说 多佛 我们是媚无量 我们或无量福 那有媚无量罪 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我个人的初浅的解释 我没想到这个Peter菩萨这么厉害 他马上可以从 这个忏罪的这个角度 因为众生的业障太多了 所以他可能需要不同的佛的不同法门 来忏除这些业障 我还第一次听到这个讲法 很棒 我很欣赏这个讲 你稍微坐一下 我去年去泰国的梅村去见这个一行禅师 然后才发现说 似乎又有一本新书出版了 那么书名就是 One Buddha is not enough 那事实上 2011年的时候 一行禅师来台湾 就写过这一句话 跟我们共勉 也就是说 2011年跟现在已经差了八年了 老人家已经提出这个想法 那么事实上 如果追溯到更早的时候 那么我记得 在2005年 就是一行禅师流亡 海外流亡 40年之后 第一次回到越南 那么我陪老人家回去的时候 那么当时 我上次也在课堂上跟大家分享过 当时一行禅师 在这个 现在叫胡志明寺 以前叫西贡 在西贡的一场开始里面 他就提到 那天的主题叫弥勒菩萨 所以我们在课堂上 我特别跟大家强调说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因为 师父那一天的 讲弥勒菩萨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当弥勒菩萨降生人间的时候 He will come in the form of Sangha 他会以一个 僧团的形式降生人间 而不是他一个人 我特别欣赏这个讲法 那么 为什么 弥勒菩萨降生人间 那么是以僧团的形式呢 而为什么这里又讲说 One Buddha is not enough 一尊佛是不够的 那么除了刚才 Peter菩萨这样一个 很有创意的这样一个理解之外 我想这里面 一行禅师说了一段故事 我想请Peter来念一下帮我们翻译 帮我们翻译好不好 In Buddhism we talk about consciousness in the plural 在佛 在佛 在佛教里面 我们谈到这个觉醒呢 是一个负 很多的 不是只有单一的 Think of a circle Cut a cross in two parts 我们想想看 如果是一个圈圈 我们把它切成两片 The upper part we call mind consciousness And the lower part we call store conscious 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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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称它叫做说 我们心里面的觉醒 那 底下来 一半部呢 我们叫它是隐藏式的那个觉醒 一个是意识层面 一个是潜意识 一个是潜意识 In our store consciousness There are numerous seeds of many variety Lying door men there 在我们潜意识的那个觉醒里面 那里有很多种子 很多不同的种子 在那里面 One could be a seed of joy 一种可以说是 一种我们喜悦的这种种子 Another could be a seed of anger 另外一个 就是 我们可以把它 说是一种 愤怒的 这个种子 Another one could be a seed of happiness or sadness And so on 另外的种种 我们也可以叫它说 它是我们快乐的种子 悲伤的种子 等等 From time to time When a seed is triggered It will come up and manifest in our mind consciousness 所以 经过很多的时间 那么 这些种子 如果一 一生起来 那么就是 显现出我们 这个潜意识的这种 我们潜意识的 不是 我们这个 显现的那个觉醒 我们心里面的觉醒 Consciousness 在这里是意识的意思 Our mind consciousness Once it manifests there We call it a mental formation 这个显现出来 我们就是形成一种形状 就是 心理上的变成一种形状 When a seed is in store consciousness It's dormant And so it's not there for us at that moment 那如果说 那个种子 是一个隐藏式的 潜意识的 那么 就好像这个 它是暂时那里 在睡眠状态 那 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不知道 When a seed become part of our mind consciousness It plays a role in our life 如果 如果 一个种子 那已经变成我们这个 心理上面的觉醒呢 那么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它就有一个 它的任务了 It's an energy that is with us 那就是一种能量 就跟着我们在一起 Say the seed of joy was dormant And then it was triggered And it comes up into our mind 比方说 如果一个种子呢 一个喜悦的种子 它是 在那个 就是 睡眠状态 那当 我们好像是 醒过来了 那么就是 等于到了我们的 这个 心理上 We may not yet be aware of it 那个时候 我们可能还 还不晓得 But it is playing a part in our life At that moment 但是在那个时刻呢 其实它已经 在我们的生活中 已经过成一个任务了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seed of anger Or another seed in which When it triggers It benefits in our mind consciousness 同样的道理 如果说是 我们在生气的时候 那么那个种子 或者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种子 显现出来 那么就是 我们就会知道 状况是怎么样 就等于我们心理上面 就已经 截至它了 知道 知道 OK 上一点 那个 我很感谢 那个 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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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的文稿都是英国维多利亚式的那种 比较特别典雅的英文 那这是一般其实那个念外文系的学生 可能还不见得他能够有这样一个写作的模式 那么这一篇文字是刚才临时请那个Peter菩萨念的 这里面有三个重点要跟大家分析 这个《一行谈刺》的写作的特色就是它很浅白 可是他讲得到又非常的深 所以这里面有三个重点我要提醒大家 第一个他认为我们的心理活动会分成两块 一个是表层的就是我们一般的意识 比如说我现在正在思考甚至我现在在生气这些 这个都是属于我们的表层的意识活动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意识活动是潜意识的 那这个潜意识的意识活动在佛教里面就叫藏式 古时候没有 古时候在西方的这个心理学还没有这个所谓的 潜意识这个概念 但是后来在那个弗洛伊德这些心理学比较发达之后 他就开始重视 因为潜意识他在主宰一个人的行为 比我们的表层意识还要厉害 而在传统上佛教早在第六世纪开始就很清楚的著作 来跟我们讲人的藏式storage 刚刚翻译说英文的原文叫story 就是我们的藏式 比如说我们讲如来藏啊什么这个什么的藏 就是它是隐藏种子的那个地方 所以叫做storage consciousness 那么现在第一个我们讲说人的心理活动有两块 一个是表层意识 一个是潜意识 或者我们用佛教的传统的话来讲叫藏式 叫storage consciousness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是 我们所有在心理层面 特别是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机制 mechanical 它是怎么样一个机制呢 你在表层意识里面 比如我看到你 这个心看了我很生气 那这个生气是你的表层意识 我生气了 可是它有一个作用是什么 这个表层意识的这个生气 它会只要你生气 它就会我们现在电脑有一个功能叫milo 就是用影射的效果 它会马上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产生投影 然后就变成潜意识里面的种子 就刚刚讲到seeds seeds of consciousness 就是它会变成一种种子意识 这是第二点 第三今天刚才一行男子这段话里面 讲了一个很棒的东西 他说这个潜意识里面的东西 就是我们葬式里面的东西 一旦你去拨动它 有一些音源去触动它 然后它就会 它用一个英文叫manifestation 它会manifest 就是它会显现出来 你现在讲我现在讲了三个东西知道 第一个我们有表层意识跟潜意识 第二个表层意识 它会落到你的潜意识里面去 变成种子 第三这些种子会什么 用英文来讲 它会起线形 请你把这个字打一下 我们那个慧玲菩萨对 对这个威士特别下功夫的 那个影色要改成镜色 镜子的镜 像镜子一样 它会 投射在你的那个潜意识 对镜色的效果 然后呢 种子会显现出来 显示这个叫什么 用传统的威士学的话来讲 就叫做种子起线形 这五个字一起打 种子起线形 这个佛教这一方面讲的这种 深层心理学 这是在西方的现代的这个心理学里面 以前没讲过的 可是后来有两个人 在西方的心理学界里面出了两个人 一个人叫做弗洛伊德 然后弗洛伊德呢 他就发现说 哇 这个人的意识 这个潜意识的活动 他的影响力是比你表层意识更厉害 你看有一句俗话 把这个关系讲的特别 他说君子报仇三年不完 你听过这个话吗 你怎么解读这句话 君子报仇三年不完 你集思广益 等于慢慢的来 你一下子可能你对付不了 你应付不了 你当前那个当下的 怎么解决的办法 你没有具体的那个作为 所以你还是忍下来 包容下来 慢慢的想个办法来解决 但是你要注意 你忍 但并不表示你已经化解了你心里面这个东西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讲修行的 要对人的这种心灵的这种 他的整全的机制呢 我们要有更加升官 所以我们虽然 譬如说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会有表情 我们会有心情 种种这一些 这个都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什么 他会潜意识化 然后潜意识里面 潜意识化之后 他会产生两个作用 那个慧典清晰大家 意识 他会产生意识的作用 这是在维持学里面特别精彩的部分 意识 意识 第一 这个意识指什么 意就是差异 第一个是意识 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成熟了 就是好像种子下去 他一点时间他才会成熟 他会重新再发芽 所以第一个 意识第一个是意识而熟 第二个意识的意识是什么 他会在不同的时间 就刚刚讲时间 也会在不同的空间成熟 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得罪我 但是我下次想报复你 不一定在同一个空间 而且不一定同一个时间 但是他会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 他会成熟 那么第三个意识是什么 意识而熟 就是说他会产生一种本质的变化 产生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叫意识 性情的性 本性的性 性质就是空间时间跟性质 那么我们现在很小心就说 前不久这个大概这两三年前 有一本书还蛮流行的 叫做秘密 其实秘密是这样的 是讲人的心理活动的秘密 潜意识的秘密 就是说你的潜意识里面在想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会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成熟了 这就是维世学讲了易熟的原理 所以如果你没有做功夫 功夫做得不到家 做得不深入 你就会发生一个什么状况呢 你有很多比如说 你现在生我的肌肉背 好 我忍下来了 可是怎么 它会变一个种子在我心里面开始去发芽 然后这个种子会在心里面 慢慢的会越来越成熟 所以一旦爆发 哇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你知道现在有时候一个人 看他平常这个很和蔼可亲 可是他一生气起来是很可怕的 为什么 因为易熟 就是他那个小小的生气 慢慢积累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不想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启仁菩萨为什么有特殊的反应呢 你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体验 我们请启仁菩萨来谈谈你的 你为什么会对这个一手两字 特别有感觉好不好 可以分享吗 为什么这个维世学 法相维世学在佛教特别重要 来 你请坐 请 我们启仁菩萨 有些东西他有生命的很深刻的体验 你来谈一谈 来 老师谈到易熟 我是真的有感触 因为我心里也隐藏了很多种子 那这个种子实在是 我们坦白地讲 真正让你生命会产生痛苦的 其实是家人 家人 那个六亲眷属的关系 才是你真正解不开的那个解 其实我们就讲说 如果不是家人的关系 那就是何则留 不何则去 没有什么瓜葛 但是家人六亲眷属 是没有这么简单的 他有很多的纠葛 有恩恩怨怨 那这个纠葛对我来讲 我是觉得蛮痛苦的 我真的觉得是很痛苦的 所以那个易熟我就觉得 真的是种子 放在心里 我觉得 那个易熟的内容 我们就不要去探讨 但是我想知道说 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发现你很用功 你不但上课很少缺席 除了生病之外 而且我觉得你 你就是很精进参加佛器 这些残缺的活动 我不知道你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最有成效的一种化解 经过这些共修 最有效包括说 我们去佛光大学 有举行山水禅 我们有去做一个 世无量心的一日的禅修 我们请印度的室友居士来 带领大家有一天的共修 那你觉得像这两次的活动 你觉得你有沒有 把那个种子刚刚讲到 有没有把那个潜在的炸弹 信管把它拔掉一点点 有没有这个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 不要讲人的名字 但是我是说 你觉得你怎么做到了 我们比较关心你的技巧是什么 方法 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我们不要心里不要有芥蒂 我一直在朝这方面 请问你芥蒂两个字怎么定义 芥蒂就是说 人跟人之间 他有时候冒犯你 你就心里不舒服 然后一直放在心里 可是说起来也不算很大的事情 那就叫了芥蒂 可是会让你觉得 不算很大 但是你很在乎 但是还是会不舒服 我认为借定就是这样解释 那我简单的讲一下 我前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处理的还算不错 就是说有一个女生 她年纪小我很多 那我对她是帮忙很大 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她有任何困难找我 我真的是有求必应 那么可是有一次 我跟她相处的时候 我出了一点点小小的差误 是很小的差误 不是大事情 她就把脸色给我看 我心里很不舒服 我心里想 我年纪可以做你妈妈了 你怎么把脸色给我看呢 可是当时我们 你把她宠坏了吗 所以我当时没有发作 可是我后来想一想 我不能把这个芥蒂放在心里 我这一句话很重要 你不愿意把芥蒂放在心里 我要表达出来我的芥蒂 可是我要怎么表达呢 我就用一种方式 我就用一种方式 我传line给她 然后我在line裡面 我是摆得非常的低姿态 就是说 我觉得 我就跟她说 我觉得我很抱歉 我那天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 让你增加你的压力 让你很不耐烦 很生气 我真的对你很抱歉 很抱歉 跟你说对不起 可是各位要知道 当我这么做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一个用意在的 也就是说我希望透过我的低姿态 来诱发她 看见她自己不对的地方 我是这个用意的 结果效果非常的好 结果她回传给我的line 她回传给我的line 让我忍不住笑出来了 因为她也学我的低姿态 她怎么写啊 她写 我忏悔 我还醒 我学习 我知错 知错啦 我就忍不住笑出来了 那么这一笑 这个芥蒂就没有了 其实我要的 也不过是这个东西而已 那后来隔了没有多久 发生了一件事情 她晚上11点钟的时候 打电话给我 在电话中哭哭啼啼的 然后告诉我她的状况 然后她就希望我去她家里 她家里离我家很近 然后当天刚好她的家人都不在 那我就去她的家里 然后一直在她家里忙到两三点钟 就是她有她的困难 然后当我走出来的时候 她送我出来的时候 她一直拉着我的手跟我说 谢谢你包容我 谢谢你包容我 那这件事情我可以觉得说 就是两个人那个芥蒂就没有了 然后我个人也是这样 我个人有时候也会犯错 那我会很快的跟对方道歉 然后我发现对方都会很快的 那个态度反复 我想 旗人葡萄你现在举这个例子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我们生活里面 难免会发生这种芥蒂 而且越熟的人这个芥蒂 可能就越会很不在乎的 或者让它发生 甚至很放纵自己让它发生 所以我觉得你记得 最后的解决的方法是 以柔克刚 所以彼此最后都可以发生 热的吗 那后来 我有时候也会犯错 那我会 这个话题到这里先点到为止 但是我再会是说 其实你举的只是一个生活中 一个很小的历史 但是它常常 可是你刚刚开始讲的重点才是重要 就是六亲眷属之间 因为这个是天伦 所谓天伦是天生的 伦就是一个绳子的意思 就是你跟它的那种 那种连结是根本不是你想断就可以断的 这个是一个大功课 那么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讲 讲这样一个 我们所谓One Buddha is not enough 然后从Peter菩萨 他一开始讲说 众生有那么多不同的业 对不对 所以就需要更多的佛菩萨 用不同的法门来对峙 来化解这些业 然后现在一型男生又讲到 同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人的意识里面太复杂 太多的纠结 所以一尊佛是不够的 你先回座 我们待会再继续聊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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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常常会贡献出一个很好的观点 特别感谢 所以因此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修行这些事情 不管是我们拜参念佛礼拜 或者用种种的法门来修行 其实记住 我们目前所用的修行方法 都是属于龙处菩萨州的四西坛里面的前面三个西坛 有时候用世界西坛 有时候用的是对峙西坛 有时候用的是各个人西坛 但都还没有到第一西坛的层次 因为我们所有用的这些方法都叫做助道法 那么这个助道法会包括四念处 包括四正秦 包括八正道 包括七觉知 我们这些都是我们还在工具的层次 就我们用这些工具来帮助我们修行 包括说 刚刚那个毕特菩萨一开始讲说拜参 他很厉害 他从美国前几天才跟我们回来 然后呢 他回来以前还跑到从洛杉矶 然后几个小时的车子 跑到宣化上的那个原来的万佛城去拜参 不是 在加州的 加州 对 还没有到万佛城 没有没有 就是San Francisco的那个 在旧金山 就是加州的首府 到Sacramento去 还没有到万佛城 没有没有 是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那 所以 你拜了六百拜是不是 那是五百真佛了 但是因为宣化上人的道场人 他们的 你就是他妈要 这个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或者是礼三宝 还要再 这个等于就还要 还要礼这个上人 总之拜了六百多拜 所以拜到那个腿子都硬掉了 大腿都会酸 隔天都会酸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那个 彼得菩萨比我大好多岁 但你看他勇猛精进 走路比我快 他长精进大菩萨 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来的那个安迪老师 他是那个长提菩萨 我们现在这个毕特菩萨是长精进菩萨 就是说我们生命没有剩下多少 你再不拜可能你就没机会 你再不忏悔可能你也没时间了 无常随时跟着我们在走 对 的确是如此 花个愿 我们现在要讲的重点是 我们生命中 就是当我们讲修行这两个字 讲practice 那我觉得我们要照重点当然了 重点就是 重点就是 如何对峙我们潜在的种子 转化我们潜在的种子 如果我们 所有做的功课 不能够到我们内心深处去转化 去transform the seeds 那怎么样去转化我们内心的这个种子呢 一行常诗比较喜欢用英文的一个表达来讲 叫做watering 灌溉 就用水去灌溉你内心的种子 比如说刚才我们其人不太想说 他觉得有一些芥蒂 然后这个芥蒂 他觉得 他不能会让那个芥蒂 变成一种仇恨的种子 因为这个仇恨的种子 如果你没有及时处理的话 他也会变成荒烟漫草 他就杂草重生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只要我们有一个受伤害的 有一个芥蒂的一个东西在那里 你要记住 他一旦变成一个种子到心里面去 他就不再只是一个种子 他就会萌芽 而且在某一种情况下 触动你那个当时一种感觉的时候 马上 所有你的烦恼记住 我们的烦恼是群 我们前面在讲六道轮回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 黑道白道有没有 然后黑道是一个群 一定是一群人 所以黑道一定是搭方结党的 然后那个白道就是善道 善业道 他也是要善友相色 要彼此相互拉拔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刚刚讲一醒禅师 他说如果米勒菩萨降生人间的时候 他一定是以僧团的形式一起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庆祝佛誕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希望大家特别记住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 One Buddha is not enough 一尊佛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要有很多很多的佛 那么我为什么要特别请彼勒菩萨来念这一段呢 因为这一段的主题叫谈一个故事 你来说一下这个标题好不好 这标题是A story of collective awakening 就是一个集结的那个觉醒 集合起来的觉醒的故事 换句话说 这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 是因为我们庆祝佛誕的时候 我们不要也说我一个释迦牟尼佛就够了 不是 我们需要很多佛 我们需要很多人坚持狐狸心 然后发心成佛 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collective awakening 我们就会一个团体的集体的这样一种共同的觉醒 所以我今天觉得说我们就要今年佛誕 庆祝佛誕了 我希望大家在这一方面大家一起来发贡愿 以贡愿来转贡愿 特别是我想这一次佛誕节 其实我们的处境 整个地球的大处境 大环境 其实是越来越困难的 这挑战越来越多 上星期我们安底菩萨在这里也是讲同样的话 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苦难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人来发愿 来坚持共同坚持狐狸心 然后来形成一种好的贡愿 然后这个好的贡愿 它就可以转化我们的集体的贡愿 这一点发愿我觉得是要 大家特别特别的这个重视 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在讲一个呢 就是从这种集体的collective的一种集体的 团体的这样的一种共愿 那么怎么样来形成共业的觉醒 共同的觉醒 那么我想请那个Peter来念一下这个 因为我觉得玉琴团队给提了一个要方 The Four Right Efforts 就是在三十七道评里面有四正勤法 四种正精进 那么我想这个请你来念一下 谢谢 The Four Right Efforts 四种正确的努力 精进就是四种正精进 四种正精进 There are Four Different Ways We can practice with our mind We can practice with our mind 我们用我们的心去实践 这个落实四种方法 不同的方法 They are called the Four Right Efforts They are called the Four Right Efforts 就是四种正精进 The First Right Efforts Is the Way of Practicing with the Positive Seeds 第一种精进就是用正观的种子来露食的这种方法 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的种子里面我们不要去找那些不好的不正确的种子 我们就是正就是说可以积极的方面的种子我们就拿来去露食 这叫做The First Right Efforts 这叫做The First Right Efforts The First Right Efforts There are a number of positive seeds in our store consciousness 在我们潜意识的这个觉醒里面呢是有很多种正念的种子 The First Right Efforts There might be seeds of happiness, mindfulness, joy, compassion, loving kindness,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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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ality 这些呢 讲到这些不同的这些正念的种子呢 比如说这个幸福的种子,快乐的种子 我们每天都在观照的这种种子 我们喜悦的种子,我们慈悲的种子 我们爱的种子 还有就是说我们对人没有什么equanimity 就是说就是大家都平等的那种种子 当这些正念的种子呢 当这些正念的种子呢显现出来在我们这个显现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把它能够把握越久越好 This is the First Right Efforts 这个就是第一正念 我们这样好了 因为大致论后面呢 讲到了那个第十九卷的时候 也就是接着我们 波罗波罗蜜那一卷 十八卷之后 接下去就是要讲三十七道品 然后三十七道品里面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四正琴法 请你答一下 四正琴法 现在讲这个四正琴法是什么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努力的是什么 是以生善令增长 未生善令生 就是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些很好的一种 就是我们讲说人性善吧 我们有些好的种子说你要创造一种因缘 让那个善的种子能够生起 然后一旦生起呢 另增长 要把那个念头 让它时间可以拉长 就是增长的意思 所以正是一行常识这里面 用四正琴法来解释 就是说记住 一定要好好的开发我们的善念 然后同修之间一个生团 所谓三嘎 它的最大的意义就是因为 我们要彼此共同一起来激励 来活化 来触及显现的 让这些善的种子有机会开发 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我们 几人不知道举的例子太好了 他一个朋友 对不对 你看他 他莫名其妙的跟他发皮 给他白脸 然后他竟然是用一个很有智慧的方式说 很柔软的很低调的去对待他 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事情就是 借着你的低姿态跟你的谦卑 你的一种好的态度的示范 所以去诱发他好的种子 如果你也跟他白脸白回去 我看那个就纠缠你知道 那就开始会纠缠 我觉得所以刚才那个喜人 不知道举这个例子 我觉得特别的 就是非常的实际 尤其是我觉得 生活在 刚刚他讲的一个话 特别有意思 就是六亲眷属 夫妻啦 父母啦 子女啦 这种 这些关系 特别不容易处理 因为那种纠缠太深了 你很生气 可是你也只要认了 甚至有时候还会负短 那我知道 我因为那个喜人不大 他的这个父亲是我非常非常惊讶 而且影响我这一生 非常重要的一个老师 所以我就稍微了解说 李老师过去那个生活环境 没有很多无奈的地方 因为那个时候 这种 他从跟着军队 从大陆到台湾来 然后当时那个学校老师的待遇也不好 有种种的这个困难 但是我觉得 像 因为你 你那个时候可能很小 不知道 我们那个时候 因为念了高中 从初中到高中 那个 你爸爸都是我的老师 这个李老师特别影响我三件事情 他 初中二年级是我的国文老师 高中一年级又是我的国文老师 所以第一个他影响我什么 让我喜欢文言文 所以我从中学开始我就经常锻炼文言文的 而且爱读文言文 第二个是那个我上次 柯南上也跟同学们讲过 他父亲特别重视青少年的人格教育 他三句话影响我这一生 客服生活动性第一 建立生活体系 你生活要有一个自己的架构 第三 照顾生活前去 就是我们要 生活要照顾很多方面 不能只是偏好你的偏爱 然后你只是偏向某一方 这是不够的 那么这个 所以 你们可能 我不晓得有没有在柯南岸跟同朋友提过 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 我每天的时间是一分钟一分钟安排的 包括晚上这个 8点45文以后我要开始画画 画国画 我要临摹不画 然后呢 这个什么 9点1课 要做什么 我时间是 每天的时间是这样一分一分的算的 可能我们李老师都不知道我做这么多功课 可是这就会 就自我的时间管理来讲 我觉得我是因为李老师的启发我做到了 所以李老师对这种 青少年来这种人格教育的养成 我觉得是对我影响特别大的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李老师你看 他在那么困难的环境 可是他永远给我们正向的生命教育 他对生命是非常积极的 是非常正向的 所以我就因为李老师的关系 你知道我小时候 从那个小学二年一开始 老师要我们写作文 就是我的志向 我第一个志向是什么 我要做国父 你一定觉得我这个人很可笑 怎么还想做国父 因为那个时候总是会跟你讲什么 孙中山先生小时候的故事什么 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我当然要做国父 对不对 那后来说 这个做国父那是要搞政治的 所以那个不是我的兴趣 但是因为李老师的这个启发 我慢慢的我就开始定了两个很明确的方向 第一个我未来一定要走文化的路 第二个我要走教育的路 所以是李老师塑造了我这一生 就在成长的最关键时候 他受到了我生命的方向 就是教育跟文化没有别的 所以我 综合我这样的一个大半生的这个生活 我觉得 教育文化一直都是 都是这个方向从来没改变过 就不变初心 就这个东西不变初心 所以我觉得说很感谢李老师 也谢谢刚才喜人菩萨传的 但是我比较关心的是说 刚刚我们那个彼得菩萨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时间不多 就是说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做功课呢 我们将来灵命中的时候 我们将来灵命中的时候 我们功课做的越多 我们那些负面的种子越少 我们那些杂草处理的越多 甚至有时候不是杂草是毒草 我们心里面可能很多毒草在那里 有毒的种子在那里 那我们处理多少呢 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 三天以前我看到网络上有一篇 法国的每一村发出来的一篇访谈录 就说一行禅师五年前中风之后 然后现在每一村的弟子呢 他们就在一个访谈那里面提到了一个主题 就是说 The last lesson of Tina Han 就是一行禅师最后的教导 然后冒号 How to die peacefully 我们如何能够安详的往生 然后你们第一句话就讲 作为一个弟子 You must let go of your teacher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弟子 做上师 做我们善知识的一个弟子 我们要学会怎么样让师父安详的走 我看了这篇访谈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How to let go 你怎么样能够放下你的师父 有时候你不更让师父走 以前我还听到一个很不好的例子 很负面的例子 有个师父已经往生了 他们不公开 然后就用各种的方法 保存那个师父的身体 这个在佛法来讲都不正确的 但是就是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 的一种颠倒的一个操作方式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我们在一行禅师的这篇开示里面 讲到四正情 那么我们因为这个 师父这一篇文章非常的长 我讲重点 这个重点就是说 大家跟我念 为生善令生 为生善令生 以生善令增长 以令善令增长 然后四句话还有两句没有出来吗 举一反三咯 好跟我念 为生恶令不生 为生恶令不生 以生恶令断 以生恶令断 好请注意 今天讲的善也好啊 恶也好记住 都是讲我们的善念跟恶念 就是我们有个正向的念头 我们应该鼓励他 所以为什么我课堂上也一直鼓励同学们 请你养成一个习惯 每天一定要说三句正能量的话 这个是在我们修文字波路 跟我们三叶里面 就生口意三叶里面 修口意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我每天一定要讲三句话 对不同的人 我要讲正能量的话 你知道发现别人的优点是最高尚的品德 你看得出别人的优点 你收得出他的优点 对他是一种鼓励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修行 这个普全菩萨时代里面当中一个随喜功德 就是要从好的口业开始用来操作的 所以你知道这个有时候我们受到辱家的影响 我们会觉得说这个阿语啦 惨媚啦 讲讨好人的话 可是你记住 佛教重视的是随喜功德 我的动机不是要讨好你啊 我的动机是要 哇我看到你这样的优点 看到你比如说我们祖宋兄 他以前在佛方大学上我们那个查到的课 我们那么多同学 十三年当中你看我们培养 每一班每一年这个一个班都是二三十个 因为查到不能够太多学生嘛 我们教不了那么多 因为他要个别指导 你看我们这样十三年下来多少同学 可是在整个查席的一种掩饰里边 到现在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就是我们祖宋兄 你知道他的那个查席不是为了好看 他所呈现的那个查席的空间的布置是因为 只有四个字叫引人入胜 就是说创造一种透过这个查席的这种呈现 他去带所有的人 他可以进去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空间 这一点我心目中的第一名一直都是我们祖宋兄 主委这个就是我们的修行 我们修行一定要透过生活中的一些人文的操作 然后让生活中充满了一种开悟的氛围 然后我们生活中就应该要很积极的来推动这样的一种 可以成就彼此的开悟的一种因缘 像我们这个共修我们最大的目的也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风味里面 每次下了课以后今天那句话我觉得蛮受用的 就像我们今天听了几人菩萨的这样一番话 他这样的现身说法 然后听了那个彼得菩萨这样的一个解说 所以四正行 四正行另外两句话 有没有打出来 所以要在生活中找到正能量 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要去找出来那个善念 建设性的能量 然后我们说的话一定要随时注意 我说的话是不是建设性的 是不是给对方一种 带来一种更加正向的一种能量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 一行禅师的这段话里面 讲到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记住 我们的意识活动 心理的活动 有表层的层面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底层那一块 潜意识那一块 而真正影响你的人格 真正塑造你的人格的 第一个就是你的潜意识 storage consciousness 这是我觉得第一部分 意识难在这个讲话里面 所歧视我们的 那么第二个 就是这两个意识层面的东西 潜意识那一部分影响更大 然后第三 潜意识它在里面 它会慢慢的生根发芽 所以一行才有一句很重要 You are manifestation 你是你的潜意识的显现外显 所以其实我们要了解自己 用放大镜去看别人 永远都是不对的颠倒的 但是我们修行是要用这个放大镜来看我们自己 所以其实我随时都注意我的起心动念 我最近有一些用世间法来讲 从世界心来讲好像是 是一个很荣耀 被人家颁什么大的奖 从去年到现在就有两个奖 都是世界顶级的 但是我一直跟Grace讲 绝对不能张扬 因为我发现 当我听到消息的时候 对他要颁人家一个很大的机构 要颁我这么大的奖的时候 我发现我有虚荣心 我的修行就是真实的面对自己 我有虚荣心 我有虚荣心 可是我的优点 我的整个修行上的一个积累的一个最大的优点 如果这样你可以接受的话 就是我会觉察它 就是我不会让虚荣心膨胀 我不会让虚荣心变成我的drive 变成我的生命的驱动程式 因为那不是我的目标 但是那种世间法的那种凡夫的反应 它是存在的 我们要做真实的自己 所以我觉得希望同学们 就是我们今天透过这些分析 那么不管你讲 另外两句话答好了吗 对那你请你带大家同学再念一次好不好 那个慧灵菩萨 大家跟着慧灵再念一下 这四句话太重要了 四正秦法 以生善令挣扎 未生善令生 以生恶令断 未生恶令不生 后面这两句话我们还要再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说 以生恶令断这话的意思 当你觉察到我自己动那个 譬如我刚刚讲 我发现我有点虚荣心 那么怎么样 这内头要放下 断就是要放下的意思 但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开始自我责备 而且产生无畏的罪恶感 这个都不必要 因为记住 罪恶感在我们现在讲禅菩萨的时候 罪恶感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障碍 我们在讲那个弃除五盖 就是我们在禅菩萨的第一阶段是要喝者五欲 第二阶段就是要弃除五盖 那弃除五盖的最后一个盖是什么 第四是掉毁盖 第五是什么 移盖 就是你对自己会失去信心 一个人的罪恶感增长的时候 你会对自己失去信心 还有一个 这个仪盖当中 还有跟前面那个第四盖有关联 叫掉毁 掉是你的起心望念什么 起心动念什么 就往那些很荒唐的很荒谬的荒谬 去胡思乱想 但是这个就跟那个躁郁症一样 就是你一旦有了这个掉 就心往外攀圆了往外跑了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毁 就是后悔 这个后悔同样会障碍我们的善根的开发 所以我一直主张就是说 我们学佛者 行菩萨道的人 我们不能够夸大 不能够去把那个所谓的最感受 把他神圣化 这是颠倒的 而且你看在《维谋节经》里面讲的 非常的这个清楚 《维谋节经》是讲的 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 行菩萨道的人 不要去把别人的罪恶感放大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犯了过失 然后你就会让他说 你看你多可恶啊 因为你要叨叨叨叨讲一大堆 好了他本来这个事情没那么严重 可是被你一讲之后 他的自由感就会不断的内化深化 然后变成他的善根开发的障碍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那么我们的Peter很不好意思 这样让你做 你确定时差调过来了吗 你知道时差是很痛苦的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去美国那一次到西来市 然后真的是连续睡三天 就是眼睛睁不开 就是那个时差调不过来嘛 最后我一个学生 他移民到美国去 他要来带我去看那个什么 带那个很有名的美国的一个歌剧 现代的歌剧叫Cat 就是猫 他硬是开了车把我送到西岩 我还去想睡觉啊 最后怎么办呢 他让我吃冰淇淋 就用冰淇淋把我让我不睡着 所以其实时差很辛苦 我觉得你蛮厉害的 那我们休息三分钟我们再继续 阿弥陀佛 我们很私礼 就是Peter菩萨 他是现任美国国际普贤行业会的会长 那个照片请你修出来 然后他同时也是现在担任的这个世佛联 就是财务委员会的主席 但是这些头衔 这些地位都不是最重要 重要是我觉得他的发心 然后他这个国际普贤行业会呢 是接另外一个人给他的棒子 因为创会的会长呢 是我们那个艾勒斯菩萨 然后呢 还有艾勒斯菩萨这个一辈子的 从一起玩这个钻石金刚钻 到后来一起读金刚经的这个Grace 所以他们两位是这个国际普贤行业会的 共同的创会的这个会长 然后我们Peter菩萨他很有承担 那而且很奇怪 你一定要相信这个圆的连结 Comic connection 你看他们 这个Peter菩萨跟那个艾勒斯菩萨 他们在美国那么大 然后一起住在洛杉矶 然后洛杉矶那么大 洛杉矶有多大呢 一个洛杉矶的城市至少是 差不多台湾的三分之二大 一个城市差不多台湾的三分之二那么大 他们竟然住在邻近的那个城市 而且当中有一个他们连结叫做 叫什么叫孔雀园 就是说他们那个孔雀园 孔雀有时候飞到那个艾勒斯家 有时候飞到那个Peter菩萨的家 而且还唱歌跳舞 所以我住在他家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孔雀来敲门敲玻璃窗 然后孔雀成群绝对的在那个他家门口散步 所以你知道什么地方有孔雀啊 极乐世界啊 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福德音源 所以我觉得我们最近几次上课 一直在强烈一个概念就是说 我们应该创造那种开悟的环境 创造一种开悟的生活氛围 创造开悟的共业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共修 就是在创造那个开悟的共业 尤其是在以这个大著论作为这个核心 就是要创造开悟的共业啊 那像我们今天我们看疫情材质你看 One Buddha is not enough 一尊佛不够啊 所以要很多人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开展 那么这里面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触 就是我一年前在泰国拿到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是德国人拍 请大家注意看 那个请你秀一下我后来发的最后第二张照片 各位你看一下我这里 再倒一张 最后第二张 对就这个 请你把它放大 这部电影是德国人拍的 这个电影德国人拍的 那拍什么呢 就是一个德国人 因为德国在二次大战里面 它是卓星国的 这个发动战争的国家之一 就是当时有意大利 然后这个德国 然后再加上日本 形成卓星国 都是发动战争的 那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这种种族侵袭 那是非常非常可怕 太多的故事了 但同样可恶的 同样的这个令人悲伤的就是什么 就是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 而且不只是在这个中国的土地上发动那么大的战争 那么多人 包括特别是南京大屠杀 还在缅甸 在东南亚很多国家 都发动战争 所以 我每一次 因为这个影片就在去访问 因为日本是一个受禅宗影响特别大的国家 整个日本文化 如果你把它禅宗那部分抽掉 我现在告诉你日本人就只有神道教 还有加上野蛮 没有佛教文化 不会有今天日本那种优雅 你今天到京都去 奇怪 走到哪里都是佛教 所以今天回应特别大 所以你要注意到 日本的文化最精彩的 最优雅的 最有深度的 都是佛教文化的影响 好 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 这个德国的导演 他在问一个问题 一个受到佛教文化这么深厚的 影响的日本的族群 为什么他会发动这么残酷 不人道的战争 那种残酷我今天就不想讲了 然后 然后 这个影片去访问所有日本 这几年来在日本佛教的那个台面上 站在领导地位等去问他们 他们怎么去理解 怎么解释这样的事情 我这里面看到最多的回答是 两个字叫姑息 就是 日本的佛教界 当初在这个军阀 要发动战争的时候 他们的沉默 他们的沉默 就对日本的军阀 发动这种对外的情理战争 造成姑息的效果 所以 所以前几年我到 横滨去参加一个 东亚佛教论坛 然后 这一次的论坛 还所有的与会者 到东京 去参加一个示威 为什么 他们觉得现在日本开始 好像有一种军国主义 要腹皮的迹象 因为二次大战 就是因为佛教界的姑息 所以才会促成日本的军阀 去发动那么可怕的 而且那么一种 这个就是伤害 你的那个邻居的 这些不可原谅的行为 他们觉得现在他必须 发出声音 如果现在再不发出声音的话 那么 日本会重蹈覆辙 会再重复一样的这个错误 因此我要请大家看几张照片 接着 刚才小朋友的照片 去年的11月 我们跟Peter老师 还有那个跟Alice Grace 我们去东京参加四伏人的大会 那么在这个大会当中 有很多小朋友拿着佛教旗 来欢迎我们 一张一张秀出来 草洞中 种磁寺 往下走 好 你看这一张 你看这些小朋友多可爱 幼稚园的小朋友 拿着佛教旗 然后再跟我们这个打招呼 然后心高采烈的 其实我看到这个照片 心里面是很有感触的 因为 如果现在这些小朋友 他们现在是被政府一种错误的教育 灌输他们一种军国主义的思想 灌输他们一种侵略别的国家的这个思想 那你想想看 那你想想看 这些小孩子在二十年以后 他现在可能五六岁 二十年以后 他是不是一个拿着枪 去侵略别的国家的人 所谓军国主义的发生 不是一戏之间的事情 它是持续性的一种教育政策 所以我就想说 啊 谢天谢地 今天日本呢 没有去发展那种 这个侵略性的思想 因此我们就要去省思了 一样是一个 禅宗的文化非常发达的 这样一个文化的生活圈 怎么样避免他将来再成为一种 经国主义的这种筷子手 这些小孩都无辜的 innocent 但是如果你现在没有给他 正确的一种教育 就是你给他的种子 如果种子就是战争 你的种子就是要侵略别人 那么我是想很难想象 这些小孩子 十五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 他们会是怎么样的一群小孩 一群人 因此回到今天这个主题 就是我们要创造一种 collective awakening 我们今天在庆祝佛战的时候 纪念佛战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来发愿 来创造一个 集体的 觉醒的工业 觉醒的工业 collective awakening 而要创造这样一个觉醒的工业 就是要用佛陀在三十七大品里面 所讲的四正琴法 所以我们再念一次这个四句话 请惠琳来带一下 以生恶令争长 为生恶令生 以生恶令断 为生恶令不生 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群人 他有一个比较现代的表达 什么叫做以生恶令增长呢 就是我们要把那个善恶 把那个喜乐的 那一个心理状态把它拉长 把那个时间延长 要保持在那种喜悦的 祥和的状态里 然后以生恶令断 因为你要觉察才知道他是恶 才知道他不好 所以如果我们觉察到 随时保持觉察 就说OK 我动了一个不好的念头了 那你动了不好的念头怎么办呢 我们就赶快 赶快 让那个念头放下来 不要再杂草变毒草 然后毒草最后产生有毒的果 这个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呢 我印象最深刻 是在美国的西安 在加州这边 有一种毒草 那个草都会长在 美国加州最大区块的那个 叫红树林 就是红柜木的这个森林 然后它会长在树的旁边 你如果碰到它的话 你手就会中毒 身体就会中毒 然后美国东岸呢 我有一次去那个 普林斯顿大学 叫普林斯顿大学 那里呢 长一种树藤 那个藤 小时候没什么 就慢慢它一长出来 然后就绕着那个树 可是那个树藤 一这样长到那个什么 跟树一样高的时候呢 它就会缠住那一棵树 然后把树的所有的营养给吸走 然后那个树就会枯掉 好 请小心 我们生活中一定要把毒草 拔掉 我们一定要觉察 我们身边可能有些东西 就像毒藤一样 绕着你的生命在转 然后一旦它把你缠住的时候 OK 你完蛋了 你了解我意思吗 那个藤 人就会把你所有生命的营养给你吸走 所以我去美国留学 说实在的 这两种植物 一个是毒草 一个是毒藤 对我的警惕特别大 特别的警惕 那么 以生恶令断 就是你要放下 要觉察 然后要放下 那么 未生恶 令不生 就是我们要防止这种杂恋 恶恋 这种负面的头生起来 所以 所以 谢谢今天我们那个 毕特菩萨来 然后 借他的这个英文 我们可以把 把这个主题呢 说得更清楚 然后呢 我们还要今天进到一个 顺着这个主题 我们来强调 我们最近在讲禅波罗密的时候 一直在强调就是 我们怎么样创造那个氛围 那么现在请同学们来看 我们的讲义 结果是用你给我的那个字条 跑到 在这里看到了 对不起 请同学看到讲义658页 658页的第三行 我们上一星期讲到这个 就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讲的是 讲到那个初禅这个阶段了 那么 在初禅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现在已经第三周来讲 同样的一个主题 就是提醒大家了 进入初禅之后 你会有四个元素 第一个是觉 第二个是观 第三是喜 第四个是乐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这一块呢 因为这一块必须要把它放大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不断的去 分享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们有觉有观就是我们有一些 比较可以觉察的 那种思维 意识 但是这些思维的意识也可以细腻化 变成很细 我们就这样讲 所谓的觉的意识 就是指 我们的 perception 我们的那个 比如说我们的印象 我们对一个东西的印象 或者说一个比较清楚的知觉 然后观就是指 我们那种概念化的思维 好 请记住 我们在禅修的起步的时候 在初禅的这个 准备的阶段的时候 觉跟观会很强 然后接下来呢 同时你的心里面会有喜悦 然后 喜是心 再来就是乐 就身体会有一种 很舒服的舒畅的感觉 如果我们对这个觉观喜乐 沉溺了 那么你就停在初禅上不去 所以要从初禅到二禅 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放下 你的觉跟观 要放下你的意识的分别 所以为什么古人说 要掺话头 要离心意识掺 为什么要离心意识 就是要离开觉观 这个觉观放不下来 你永远 你永远就是在思维打转 你永远就是在思维打转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的人讲的这个禅 讲的是口头禅 就嘴巴讲 他就没有做实际的功夫 所以你在做实际功夫的时候 就是说觉观 觉也OK 观也OK 然后这个喜乐都OK 可是记住这只是在初禅之间 因此你要向上提升 然后要到二禅的时候 觉观要放下 所以你这意识的分别要放下 这个还不够 从初禅到二禅 二禅在下大提的时候 要放下什么 要放下你的喜心 到三禅要放下热 然后才有可能进入第四禅 那为什么今天再继续讲这一段呢 请同学们来看一下 慧玲请你来念一下我们那个 第三行这里 658月的第三行这里开始 记得二禅 从这里开始带大家念一下 记得二禅 从这里开始带大家念一下 记得二禅 得二禅 我说 未能所得 无敌喜乐 绝观念者 知 绝观观 莫碎 顾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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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心的 心心的 入身禅定 心心的 出谈绝观 所得益众 所知甚少 所获大多 心心的 语言 不与 乎 否 内 行者觀喜之過 我們要念得慢 但是不能變成拖 就是有點拖靈帶水的感覺 這個節奏還是要抓得緊一點 謝謝 不是要快 只把節奏抓緊就好 行者觀喜之過 這就不拖靈帶水 行者觀喜之過 亦無絕觀 誰所喜出 多喜多憂 所以適合 如平人得法 歡喜無量 但知知其憂定身 其其貫而完憂 事故當者 離此行步 行捨念誓 受生樂 事樂聖人 難得能捨 其心歹樂 入第三場 這裡就是很重要 同學們在禪求的過程裡面 你要記住 任何喜或者樂的絕受 不要執著 你老實說 哎呀 剛剛那一支香做得特別好 今天找到第一支香做得特別好 你只要有這個念頭就是障礙 那個其實都是還是在一種 絕受的過程而已 不是一種如實的境界 所以這裡面不斷的提醒我們就是 你如果在喜跟樂之間 它就會有患得患失的痛苦 所以這裡面提到說 事故當捨 然後離此喜故就是把這個喜捨了 然後行捨念誓 就是回到智慧上面來 然後受生樂 事樂聖人能得能捨 這個樂是身體的感受 就很舒暢快 就是清安的這個感受 但是能得能捨 因為這個還是在一個有違法裡面打轉 所以你不用排斥它 但是更不能執著它 所以入了第三場之後什麼 舍者舍喜心不復悔 念誓者既得第三場中樂 不令與樂生患 就不要在樂上面產生沉溺 那麼受生樂者是三殘樂 騙生皆受 聖人能得能捨者 此樂世間第一能生心濁 所以這個樂是世間的人很容易產生執著的 凡乎少 能捨者 以世故說 佛說行此國報 騙盡地中第一 行者觀樂之事亦富觀喜 所以要進一步的捨掉這個樂 知心不動觸呢 罪為第一 若有動者事者有苦 行者以第三殘樂動故 求不動觸 為了要心真正達到那個不動的這個境界 所以必須要捨掉這個禪 這個第三殘當中這個樂 那麼以斷苦樂 先滅憂喜故 那麼憂喜是二殘的境界 苦樂是這個第三殘的這個境界 因此要達到不苦不樂 捨念清淨入第四殘 那麼這一段話我想 我們今天也是第二次在跟大家溫習這一段話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概念會更加的清楚 而且這個會跟我們的實修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然後我們現在今天要來說明一下 就是說到了第四殘的時候 是已經到了那個就是色界天 就是色界的這個城市裡面 到第四殘已經算是這個相當高的這個境界了 那麼一般的這個禪修 或者說我們在看到其他的這些這個佛教之外 很多的這個宗教啊 很多的這個哲學 包括印度教啊 他們都會講這種禪修 講到四殘就已經算是蠻高的了 但是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請同學們跳到後面來 請同學跳到666月666這個地方 然後惠玲你帶大家念一下 請把那個節奏抓好 好現在我們從這裡要請那個惠玲菩薩 帶大家來念一下 方便嗎 是不是電池的問題 今天幾支麥克風好像都電不在 問約 好來請大家合掌跟著那個惠玲菩薩 何以但說禪 好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呢 我們應該是要細說 而且要深入的去說禪波羅蜜到底是什麼 可是為什麼一直在講禪修方法呢 因為你講禪修方 講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都還是要講禪的這個方法而已 那麼現在要就對方提這個問題是很有深度 他說應該要多說禪波羅蜜才對 好來請 答曰禪是波羅蜜之本 得是禪以 怜悯眾生 內心中有種種禪定妙樂 而不知求 乃在外法不盡苦中求樂 如是觀以 聲大悲心 立紅誓願 我當令終生皆得禪定內樂 離不盡樂 以此禪樂以 此令得佛道樂 此時禪得民波羅蜜 念得很好 這樣子 現在這一段話 就告訴我們一個大前提的大原則 請記住 就是我們學習佛法要從凡夫地 然後超凡入聖 就要轉入那個 跟佛菩薩相應的 更高的生命層次的時候 禪波羅蜜是關鍵 我們要記住 你如果在忍辱波羅蜜 你在怎樣忍忍忍 剛剛那個佛特菩薩講 我為什麼要 為什麼我現在這個君子報仇三年不完 我現在沒有力量對抗你 我現在沒有辦法去報復你 所以我只要忍 可是你要知道嗎 這個忍的過程 忍就在蓄積更大的仇恨能量 負面的能量 所以你看以前為什麼有的人要報仇這樣 他是可以把整個家族給毀掉的 所以這種忍 記住 這樣的忍 在佛法裡面不是真修行 你是破於形式 你沒有能力去對抗 沒有能力去消滅對方 或者去改變對方 我們現在講的不是這樣的人 我們要講的是更深的法忍 法忍 就透過這種深法忍 甚深的這個法忍 所以我們知道 這一切是因緣果報 所以為什麼達摩世行論裡面要提到 我們對這個因緣果報呢 我們要修隨緣行 所謂修緣行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會對我這樣 就是因為我以前沒有跟你結善緣 這個不是消極的思想 這是世間的常態 就是所謂淵淵相報 人總是不斷的相互傷害 所以看幾人不知道 剛剛幾人例子都特別好 他改變的方式 對不對 如果一般的世間反而 我就報復你嘛 我就 你讓我痛苦 我就讓你痛苦 你給我借地 我要給你借地 大家都不舒服啊 所以 佛法就在這段開始轉變 所以 我們要從世間法的人 進到生法人 而在生法人們 第一個要接受世間無常 你必須接受世間的無常 達摩世行論 達摩世行論 所以因此呢 農宗佛法先回答對方提的這個問題 是說 你為什麼不講禪 波羅蜜 卻要講禪呢 因為禪是波羅蜜的根本 禪是我們修六波羅蜜 超凡入聖的枢紐 請記住 當我們在修布施波羅蜜 你只有進入到三輪體空 就是用空心的觀照 這個時候 布施才能夠轉名為 布施波羅蜜 布施波羅蜜 然後譬如說 我們只有精進波羅蜜 世間很多人很精進 他精進賺錢 精進為了自己的名 這個也不是我們講的精進 他只是精進 但不能叫精進波羅蜜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引述了那個 一行禪是這個視正勤法 就是用我們的正念來自我 隨時自我檢驗 怎麼樣我能夠避免 就是在洗法上精進 怎麼樣在日常時候 我隨時覺察到我的起心動念 這就是很大的一個關鍵 所以第一個回答是 禪是波羅蜜的根本 因此一定要給眾生一種什麼 真正的禪定之樂的這個體驗 這個時候你才有可能下定決心 或者說有真正的 因為真正的這個體驗 所以你要捨掉世間的這個 世俗的五欲之樂你才做得到 否則你離不開五欲之樂的 只是深淺差別而已 請問你再讀 六百六十六月的 第六行 第五行 對不起 第五行 父次於此禪中不受慰 不求報 不隨報生 未調心故入禪 以智慧方便 還身欲界 度託一切眾生 事實禪名為波羅蜜 這裡面提到三句話很有意思 與禪中怎麼樣 就你已經有一種 這種禪修了一種實際的 喜樂的體驗之後怎麼樣呢 第一 不受慰 不受慰就是我們上次解釋過 慰就是沉溺的意思 就是陶醉沉迷的意思 不受慰就是 我不沉迷在這種喜樂的境界裡 然後 不求報 這個不求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不求好的果報 因為你要知道 你一進入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的時候 你的生命已經 改變了位階了 初禪之前你是在凡夫地啊 到了初禪之後你就開始 超越了凡夫地 開始 開始 可以一層一層的 隨著禪修的這個境界 這時候你慢慢會有神通 你慢慢慢慢你這個境界就提升上來了 但是我們要知道 世界上各種宗教 其實都在追求神通 連諜仙都是有神通的 可是不究竟啊 不但不究竟 而且有時候是顛倒的 誤導的 所以 不求報的意思是 不求報生在天界 我們後面到了那個三十四卷的時候 這個有一個往生品 就告訴我們 我們經過禪修的能力之後 我們將來 往生輪迴的時候 我們有極大的機會呢 是在天界受生的 這個佛教講的這個天界 很可惜 就是天主教講不到這裡 伊斯蘭教講不到這樣的天界 因為天界有二十八重 那二十八重當中呢 其實 像天主教也好 基督教啦 伊斯蘭 他講的天什麼 只到玉界天 只有到玉界天 就離不開五玉的 那佛教講的天界是除了玉界 什麼還有色界天呢 你到了初禪 就已經跟色界天接近了 因為所謂的初禪就是 色界有四重禪天嘛 那麼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但是四禪還不是究竟啊 四禪他們還有五色界天 那個禪的境界就又更細微的 很細膩的 但是你要記住 禪不如米內所追求的禪的境界 也不是無色界天的禪 而是無所依禪 有所依禪是 二禪比初禪好 為了追求二禪 所以要放棄初禪 三禪比二禪好 為了追求三禪 所以要放棄二禪 所以它是一上舍下 就是以更高層次的禪 作為目標 所以我可以放下低層次的 那麼這個叫有所依禪 所以整個九次地定 都是一上舍下的禪修法 無所依禪 無所依禪 就是我不是依上舍下 我是當下就放下 我當下就能夠相應 所以這裡從這個角度來瞭解 我們傳統的中國禪中的這個禪修方法 你才知道 喔 原來禪中追求的是無所依禪 它是不受畏不解報 而且還有什麼 不隨暴生 什麼叫不隨暴生呢 因為你往生以後 如果你有很好的很深刻的 這個禪修的這個底子的話 你就會隨這個禪修的這個功力 然後上升禪天 到不同的這個禪天去 比玉界天還要高的這個天界 就是無所 就是那個禪天的這個層次 但那也還是不是究竟 所以不隨暴生是因為 你不追求生在那個天界 作為你的目標 你如果常常看一些什麼這個 傳統的這種戲劇的話 你會發現傳統戲劇裡面 就是在追求那個什麼 所以還不是禪天喔 都是追求玉界天的禁界 玉界天的這個禁界 所以要從這個東西看 中國的祖師禪 才知道祖師禪的精才是 它根本就要超越這個東西 所以無所欲禪 就直接 就入還家了 然後 這裡面這句話就很精彩了 為調心故入禪 它是禪修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目標是什麼 要調柔其心 要調柔其心 這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學佛以後 如果真正在菩薩道上面 做功夫 真正在生活上 我們說我是 要自我的提升我的修行 就是要身口意的柔軟 身口意的柔軟 以智慧方便 善防身欲界 欲界就是欲界天 那麼因為用你的智慧跟方便 就是我不生殘天 所以在三十四卷的時候 往生品講得非常清楚說 菩薩有往生 有種種種天界的去處 只有一個原則 不生殘天 就是 因為有這個智慧方便 就是我下了決心了 我發了怨了 所以我可以不生殘天 然後還生欲界 也就是說 我們之前特別引述的那個 大品波羅金的五百八十卷 講到 我不要求生殘天 我要回到欲界裡面來 成就我的六波羅蜜 這一點有一個很大的關鍵是什麼 如果你生到殘天 記住 如果你生到殘天 四殘天 好 只有一個結果 你沒有機會修六波羅蜜 那不是波羅蜜 不是波羅蜜修不了 因為你知道 只有在欲界天 乃至於在這個人道 六道裡面的其他五道 你才有機會修布施波羅蜜 今天有人接受你的布施 是你的福報 你到了那個殘天 你完全沒有機會去布施的 為什麼 天界的你看 天衣 他們穿的衣服 連補都不用補 所以我們有機會布施 正是我們大福報 你看我們這麼多年來 為了印度很多地方 我們都是經常在鼓勵大家布施 這是為大眾成就這個 這個布施的這個福德因緣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同學們 能夠體會到這句話 不受為不求報 不隨報生 為條心故入禪 以智慧方便 還生欲界 度透一切眾生 所以這個時候 你修的禪叫做禪波羅蜜 那就不只是一種禪修的 一個方法論的實踐 而是根本就是禪修 只是一個方法 一個善巧方便 讓我們射心而已 調柔這個心而已 好 請惠妮再讀下一段 這個皮摩羅結經就是唯摩結經的意思 為舍利佛說厭作法 不依身 不依心 不依三界 於三界中不得身心 視為厭作 這個厭作就是我們所謂的禪作 這個禪修的意思 那文貌結經裡面 因為文貌結菩薩呢 文貌結居士呢 那麼他跟舍利佛有個對話 所以才有這麼一段這個論文出現在這裡 那麼這裡面所謂的不依身 不依心 不依三界 就是說他事實上已經超越了這個三界的這個限制 好 再接下來這一段 復次 若人聞禪定的聖與仁天熱 便捨欲樂求禪定 視為至求樂力 不足其夜 菩薩則不然 淡熱眾生故 令慈悲心靜 不捨眾生 菩薩禪 禪中皆發大悲心 禪有極妙內樂 而眾生捨之而求外樂 譬如大腹盲人 多有福長 不知不見而行祈求 智者敏知 其人智有妙物 不能知見而從他起 眾生已如是 心中置有種種禪定的 而不知方 反求外樂 好 那麼我想我們今天呢 就先談到這裡 因為我們下下一次上課的時候呢 還會繼續講這個怎麼樣從這個視禪 然後再向上提升 然後這裡面就會提到 所謂的這個視禪的增上慢這個問題 前面我們講到說 修行的天花板 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視禪的 地視禪的這個增上慢 好 那麼 我們這個 因為 我要去越南拜訪一行禪師 我這一生親近很多善知識 但是一行禪師對我影響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也很多的受益 那很幸運的是 一行禪師呢 或者說我們最近在跟同學們講到 我過去呢 為了修這個看化禪 那麼親近了八位當代的善知識 包括我去老侯上等等 那這裡面 我們上次很高興 那個洪君上個星期在 那個這個安提菩薩的這個一個 一個談到病的問題的時候 我很感謝洪君特別提到那個 你親近老侯上最後 雖然老侯上視線病相 可是你發現 你看到老侯上病相 那個是一種妄想 知道老侯上本身他這個法身 他是沒有這個病的 我覺得那一段 你那個分享特別特別的好 那麼我們今天越難得那個天真菩薩 這個剛剛從中台山下來 你願不跟大家分享一點 最近中台山的狀況好不好 那個我們天真菩薩去中台山發心 那麼去做那個中台博物館的這個至公菩薩 做導覽嘛 對不對 還受訓嘛 所以這個很難得嘛 那我想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中台山目前這個博物館 新開展的新 你能不能幾句話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來請 這裡好 麥克風能用嗎 我們天真菩薩家裡的這個女公主啊 是那個兩岸的非常成就很大的這個明星 百花獎的這個隱惑 融融是不是 阿彌陀佛 老師好 請你坐著 謝謝老師 那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各位的居士大德 我們就是在中台禪室 維杰老和尚 那個有建立道場 然後現在有接那個木雕博物館是之前的 現在是大博那個博物館 現在已經成立了 也已經開業了兩年多了 好 但是最讓我感動的是 我們有七百位的菩薩都在做義工 這些團隊的影響力是非常大 而且他們每一次不管是中南北 每一次每個月每一天 他們都會去準時的報到 然後大家團聚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在那邊 即使我都不太了解 但是我進去的時候 都向每一位的居士在學習他的精神 那那個精神就是維護這個佛教這個博物館 我希望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去中台博物館去看一下 因為這都是我們佛陀的精神 我們都是這個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掌握這個佛教的這種心燈 我們一定要接引這些 那我也希望能夠接引各位大眾 一定要去中台城市的博物館 大博 歡迎大家你們七零到我們中台 我們以最熱忱的心歡迎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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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佛方大學的時候連續開了好幾年了 叫做佛教藝術專題的課 我覺得通過藝術 因為藝術裡面會產生很多的一個象徵性的手法 然後通過這個象徵的這個手法 更能夠深化更能夠讓佛教裡面 要表達一些很深層為妄的這個一個理念 得到更充分的這個開展 所以我覺得很難得 你走遍全世界只要有博物館的地方 你都會發現一個很重要的部門就是佛教的博物館 包括我去英國大英博物館的時候 哇那不得了 裡面英國人從中國搬走了多少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這個佛教藝術的這個作品 然後你去裡面的大都會 Metropolitan博物館 他把那個整個敦房 就大概那個女威的大都會博物館 他把整個敦房的那個壁畫 整個一片一片扒下來 然後搬到大都會博物館 一片一片把它貼上去 哇 所以佛教藝術是我們去了解佛教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法門 所以為什麼佛教到哪裡 你看那個佛教藝術呈現都是有不同的內涵 那譬如說像中國這麼大的地方 那佛教藝術在哪裡 在寺院裡 你去武台山 武台山特別讓我感動 因為武台山很多的這個寺廟 那麼他保存的那個很多的那些浮雕 浮塑 哇 那真的是叹為觀止 所以我希望同學們在我們學習佛法的同時 在學習這個波羅法門的同時 要重視佛教藝術這一塊 那我去中大博物館 從他開始籌畫啦 準備階段到現在正式的這個開章 我覺得中大博物館收集很多很寶貴的東西 非常非常珍貴的 那麼我建議大家 如果有時間 一定要有機會 抓機會去讚揚 因為這樣的寶物要看得到還真的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每到一個國家 一個大的城市 我一定要看他的博物館 包括說澳洲 澳洲那個他們的博物館建立的很晚 可是我竟然看到感達啦 建陀螺的那個弥勒菩薩像 就你看來會感動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很謝謝那個天真菩薩給我們介紹 這個中台博物館 我們希望你 我們要去的時候你要給我們帶路 這個很重要的 雙手歡迎大家 雙手歡迎大家 所以 這個也是我們提升禪修的一種方便法門 因為你會 像我去那個巴黎的羅浮宮 我看到了摩娜麗莎的微笑 它就是一種 欲介天以下的微笑 可是你去看到那個很多的佛效的時候 你看到的不是欲介天的笑容 你懂我意思嗎 它是禪天以上的那種笑容 那種感覺是截然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透過藝術來提升我們的這種佛法裡面的精神境界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方便法門之一 那麼在這裡先祝大家佛誕節愉快 然後下個星期我們會播一集欲錄的功課 我希望大家能夠盡量按照原定的時間到課堂上來來共修 因為這個教室好像共修的能量積累得越來越好 所以大家珍惜這個姻緣 阿彌陀佛 今天也謝謝皮特菩薩還有那個艾勒斯 我本來要請他講話可是他很客氣 他說如果講話他就不肯來 他太客氣了 其實他最近我要特別強調 他最近這半年來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樣突破的 就是他有時候在微信 或者在一些那個跟同學 我發現他還有很多話是很有智慧的 就是那種智慧在開展 因為你積累到的程度 他就一定會開發結果的 所以我想他客氣我就不勉強了 今天也謝謝幾人菩薩的分享 謝謝我們天真菩薩的分享 也謝謝皮特 你這個掙扎的突破這個 突破這個 怎麼講就是那種時差 因為這個本來很辛苦 謝謝你 非常謝謝 阿彌陀佛 請合掌 請 請 請來請 皮特讓這邊來大家聽得到 Please 不就這裡 please 麥克風 是 是 是 謝謝你提醒 謝謝 非常感謝 是 謝謝 那個 這個皮特菩薩這個提醒我們特別重要 就是說 因為我們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我們都是會 那個 三拜 然後呢 又 問訓 但是我覺得 如果到這個地方到台上這邊來 那麼要禮法座 要禮拜這個三聖像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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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合掌 我們今天最後的那個回向祭還是要請妳用唱 好嗎 謝謝 我們唸那個 等一下唱就要唱那個 上個星期那個安提老師的那個祭 公頌波羅蜜多心經 觀至在菩薩 行聲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應皆空 度一切苦惡 射例子 射不亦空 空不亦色 射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事 亦不如是 射例子 是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 不構不敬 不爭不解 是故空中無色 無受想行事 無眼耳鼻舌生意 無色身香味觸法 無眼界 乃至無異世界 無無明亦無無明鏡 乃至無老史 亦無老死鏡 無苦即滅到 無知亦無德 亦無所得故 菩提沙多 依波羅波羅蜜多故 心無掛愛 無掛愛故 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就近涅槃 三世諸國 依波羅波羅蜜多故 得阿紐多落三秒三菩提 故知 故知波羅波羅蜜多 世大神咒 世大明咒 世無上咒 世無等等咒 能處一切苦 真實不虛 故說波羅波羅蜜多咒 即說咒耶 咒喀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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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 唱那个回向器一样的那个感觉 把它带出来这样好吗 来很柔软的 大家从第二遍开始 二三两遍我们都更柔软的心来唱 Zither Harp 菩提斯巴哈 神道远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千年佛足前 重宣一劫不退愿 大众一起唱念 吾沙 啊 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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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劫万劫 大劫万劫万劫 大劫万劫万劫 大劫万劫万劫万劫 我诸无间 爱着 红旋一见 也不退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